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重关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新政府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财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地产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已经相当多 在东方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抗暴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即将过去的这个五月 在2010年的经济年历上 将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色五月 随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断恶化 市场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不断升温 股票石油等风险资产相继遭到抛售 美元黄金价格则在避险资金的推动之下 不断地创出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 最近这个星期以来 欧美市场各种指数 也是在大幅度波动 那么一度释放出复苏信号的美国经济 是否也会出现下行的拐点 美国是否会被欧洲所拖累 二次探底会不会成为现实 我们来看我们的记者富裕 从美国纽约发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时代广场 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 纳斯达克股票市场 到目前为止呢 这里已经有4400多家上市企业 大多数都是世界知名的 而且极具成长性的公司 目前呢 纳斯达克的IPO的数量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纽标锁 所以呢很多人又把这个地方叫做 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我们对美国经济复苏的观察 第一站就从这里开始 美国股市最近给了投资者重重一击 本来三大股指在连续8周上涨后 在4月下旬一起创下了本轮牛市的新高 就在人们开始几乎相信 经济正在复苏的时候 5月8号一场突发的悬暗 让股市瞬间下跌1000点 弄得人心惶惶 再接着就是5月20号 美国接连公布的就业市场等 一系列数据不及预期后 迅速将市场的信心一举击垮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与一个月前创下的反弹高点相比 下跌10%以上 全部回吐今年以来的所有涨幅 一时间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 再次摆在众人面前 作为纳斯达克OMX集团的高级副总裁 罗伯特·麦考埃对于5月20号那场大震荡 印象非常深刻 这次暴跌宣告了美国股市 从2009年3月开始的 为其14个月的反弹结束 在罗伯特·麦考埃看来 如此剧烈的下跌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欧洲主权战务危机 对市场信心的打击 哇 there was the overhang of the Greek crisis that's going on there's nervousness in the market I think that the economy is in a very difficult and tenuous spot right now everyone wants to think positively about it moving higher it getting continuing to get better but they're still worried they still have that lingering trepidation 尽管人们很容易把主要责任归咎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 但是美国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的事实 无疑也是市场信心脆弱的主要原因 信心也许是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 但是市场的信心似乎总是在即将重建的一刻又被意外推倒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金融业开始频频亮红灯 高盛的欺诈门以及华尔街八大投行遭调查等消息 给美国乃至国际金融市场泼了一盆冷水 市场担心这将引发一系列欺诈案件曝光 从而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 市场避险情绪开始逐步升温 而欧洲债务危机的驾驭无疑就是火上浇油 令全球市场再度陷入低迷 这里是华尔街 在我的旁边大约70米远的地方就是高盛 前一段时间的七下门事件把高盛推向了风口浪尖 那么对于我们的采访要求 他们是表示非常的不方便 而其他的一些大的投资银行 也表示现在的确不予过多的评数 那对于这个市场的另一端 购买这些投资银行产品的基金公司 他们的想法和态度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也联系了全球最富盛名的基金公司 复达基金 所以现在我们的最大关系是 即使所有的经济指示 似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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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最大关系是投资者的感觉 而会不会有一个烦恶 不必是根据基础的知识 但可能是一部分的知识 尽管坏消息不断 作为一位资深的投资专业人士 汪子昌的目光更多的聚焦在投资对象的盈利水平 而非市场的风风雨雨 而目前的情况是 美国企业2010年第一季度不仅大幅缩减成本 而且也从2009年年末 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5.6%中获益匪浅 标普500指数内410只成分股 已经公布第一季度业绩 当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企业盈利 超出市场预期 前面我们看到 尽管愈演愈烈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 看不到尽头的预算赤字 低利率政策带来的滞胀风险 削弱了不少人对美国经济的预期 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还是在26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这个报告仍然看好经济复苏的态势 他们预计美国的今年的经济增长率 将会达到2.9% 那么美国经济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我们的记者富裕 在美国的街头巷尾也是进行了一个实地的感受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经济复苏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状态 除了敏感脆弱的投资市场 能给人们直接的感受 美国人目前的消费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记者在纽约街头的服装店和餐厅 进行了随机的走访 这里是在纽约Downtown的一条叫做Spring的大街 由于它的这个大街的两旁呢 布满了很多历史悠久的餐厅 所以呢很多的上班族以及旅游者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用餐 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老字号 在经济危机期间也是变得非常的萧条 受到了比较大的打击 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的呢 不妨一起来看一下 看着庭院外显得有些拥挤的景象 很难想象一年前这里萧条的场景 现在的波切齐对于目前的营业情况感到十分满意 从他预估的全年营业额 记者也能感受到他对消费市场的信息 这是一家非常可爱的小小的服装店 都说健威支柱 那这样的小店它的这个整个的销售情况 是不是也相应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嗨 nice to meet you 嗨 how are you Your name please Wendy After since winter last year I think the business went up by increased about 20 to 30 percent Yeah 从 spring We start to have more tours Local people are starting to shut too Yeah so definitely is increasing 看得出来 人们的消费意愿在逐渐恢复 今年以来 衡量消费支出的重要指标 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回升 美国经济咨询商会公布 5月份消费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 升至63.3 是自2007年8月以来 也就是上一次经济衰退开始前的最高水平 这表明美国消费者 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 但是由于失业率高达9.9% 除了基本的生活开销 舍得更多消费的人还是少数 在这家叫做匿名的美发店 老板帕特告诉记者 他的经营状况依然不理想 我们知道这次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是始于次贷危机 危机之初的时候 大家最先看到的是房价一卸千里 没有人敢买房子 更不敢建房子 那么此刻的美国 这个至关重要的行业 又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之中 我的同事在纽约 也是找到了一位资深的房产经纪人 托尼已经做了十年的房产经纪人 他告诉记者 他曾经经历过房地产市场最大的下跌 就是发生在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 当时托尼带领这五套房子 完全无人问信 而从2010年开始 托尼感到市场逐步的回暖 他最直接的感受是 销售量开始逐步上升 我 would say at the moment for the last four or five months in Manhattan it's not so much that the price is coming up but the activity has people signing contract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we're actually in terms of the volume of activity that's happening it's actually as very similar to 2006 so it will bring what's happened is now there's a shortage of inventory because there's been a reduction in the new buildings being constructed because developers cannot find money to build new buildings so and those people that bought in the last four years will not necessarily receive the same money that they paid for so they're not selling so if you're buying it's much harder to find a property than it was a year ago in Manhattan and that will slowly I think bring the prices back up again and we are seeing some of that 作为房产经纪人托尼的直观感受 跟相关的经济指标方向一致 根据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 4月份新屋销售量环比大涨近15% 总量达到50万栋 连续两个月超出预期 并创下了两年以来的新高 另外4月份房屋开工率增加5.8% 达到67.2万户 是2008年10月以来最高 住房开工率是衡量建筑业活跃程度的指标 而建筑业又常常是经济周期发生变化的先导产业 住房开工率的上升预示着经济趋于扩张 记者还见到了另外一位从事房地产相关生意的人 理查德·鲁西经营着一家从事房地产投资的公司 在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房价下跌到50%至60% 理查德从中快到了商机 目前理查德的公司已经收回了一半的投资 他感到在一些局部地区房价已经开始慢慢回升 他也相信政府会有更多的举措来使市场更加稳定 Et our returns have been excellent The returns of our funds have been between 25% and 30% to the investors 所以仍然是非常吸引的市场 虽然仍然价格下了一点 这问题会有很长时间解决 这问题会有很长时间 创造它 我以为我相信政府已经创造了一般的问题 不过一个很好的问题 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帮助人们正在在货币的高度上 需要买家购买家 除了房地产业 美国经济中更多产业的缓慢复苏 也让疑惑的人们感到前景微弱的光亮 事实上每一次经济危机 不但是对财富的洗劫 也是对财富的再分配和重建 在一批企业倒下的同时 新的力量在废墟中诞生 继续给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和动力 记者在波士顿的埃罗笑尔保险公司见到了苏珊 她曾经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员工 AIG曾经是首屈一指的保险巨拨 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一度濒临破产 迄今为止 AIG从白宫领走的救助金 已经高达1800多亿美元 成为白宫最大的帮扶对象 为了还债 目前AIG开始以出售资产的方式进行筹资 而就在AIG风雨飘摇的时候 这家体量不及 AIG1%的埃罗笑尔保险公司 却开始悄然壮大 As a resul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People were concerned about putting so much business with just one carrier That I think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companies like Ironshore For some of the smaller company Because people instead of putting 25 million or 50 million here Would put 5 million here, 5 million here, 5 million here And in those cases, we benefited Because Iron Shore would get one of those smaller pieces I think once we were able to get our foot in the door Now we look for now, for 2010 For an opportunity to expand our position 对此,摩根大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指出 正是各种经济实体逐渐带来的动力 才是美国经济复苏有持续的可能 Well,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has made an important stride forward in recent months The initial lift for the recovery that we saw in the middle of last year Was heavily driven by fiscal and monetary stimulus But over recent months, what we've begun to see Is corporate behavior change Begin to move in terms of capital spending And most importantly in hiring And now we have a recovery Which looks like it's generating labor income 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 曾经就有人预计紧跟着会出现一轮债务危机 因为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的时候 已经埋下了不少的隐患 大规模的经济输血计划 依靠大量的举债或者是印钞票 那么到了被严重透支的政府信用需要欠债还钱的时候 这个债务风险就会爆发出来 这个预言如今在欧元区已经成为现实 那么美国会不会紧随欧元区的后尘呢 一分钟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美国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这个话题 究竟是市场脆弱的信心给经济复苏制造了障碍 还是经济复苏的艰难撼动了市场的信心 不同的观点似乎在争论一个机身弹还是弹生机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 美国经济现在确实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经济增长还没有步上正轨 前期就市措施的种种负面效应 却已经逐步的显现出来 这样的尴尬会把美国经济推向哪个方向呢 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记者就美国经济是否会面临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请教了美国的学者和政府官员 他们分别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劳伦斯·考特里科夫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路易斯·维塞拉 马萨初赛州财政部部长提姆·卡西尔 摩根大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 我们在美国提醒的危险是 可以归结到两点 赤字是来自国内最大的问题 而外部风险则是欧洲经济危机 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美国 2009财年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4万亿美元 占到整个经济规模的10% 2010财年赤字可能达到1.6万亿美元 美联储主席博南克也在最近表达了他的担忧 沉重的债务增加了利率上升的压力 这将抑制资本和生产率的增长 马萨诸塞州财政部部长提姆·卡西尔 非常担心由此引发的衰退风险 一个更加令人感到矛盾的现实是 为了应对危机需要刺激政策延续 但是当刺激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时候 利率必然随之升高 这样看来似乎怎么抉择 经济的再次探底几乎难以避免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路易斯·维赛纳 详细地解释了目前美国政府左右为难的处境 我认为我们会看到这件事 之后我们会看到第一次影响的测试 但我认为他们要非常小心 他们要避免他们的失败 在1937年代表现这些国家 或是在这些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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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避免了一段时间 很快就避免了 这因此引致增加价值 博士顿大学经济系统 博士顿大学系统主任劳伦斯·考特里科夫 更进一步分析了美国政府应对危机采取的手段 作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研究员 美国顶尖的财政政策专家 考特里科夫教授的观点听上去十分尖论 然后它说如果我们的财政政策专家 我们会购买你的财政策专家 我们会购买你的财政策专家 不购买你的财政策专家 这种方式是一个方式的财政策专家 没有财政策专家的财政策专家 但这种方式会购买更多财政策专家 和购买更多财政策专家 所以保持财政策专家 一部分的财政策专家 在考特里科夫教授看来 短期调控手段并不能使美国经济走出困境 目前人们对于金融系统极不信任 因此无法促使经济真正复苏 他认为政府需要做的是对金融系统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们真的改革我们的财政策专家 和我们的财政策专家 所以它是安全的方式 使用人们可以使用人们 让人们可以信任何政府 政府能够能够够的联储 公司是正式的财政策专家 在最后的财政策专家 原则是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 在我的心里 在这样脆弱的金融及财政系统之中 一旦风吹草动 美国经济就可能风雨飘扬 因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使人们的神经高度紧张 那么从目前的状况来说 欧洲的现状 是否可能将美国经济 再次打入低谷呢 那些财政策专家 没有财政策专家 这些财政策专家 那些财政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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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路易斯·维塞拉认为 美国并不是一位 得了绝症的病人 尽管他还没有痊愈 病情也有变数 但是他的确正在好转中 而这样的信心 会帮助这位病人 更快的康复 当然,你会看到美国经济 是一大小小的国经济 那些财政策专家 那些财政策专家 而这些财政策专家 我仍然认为 我们看到很多 其他财政策专家 在世界上 可能会影响 在世界上的世界上 更快的 那些财政策专家 可能会看到美国经济 更快的财政策专家 更快的财政策专家 但是我们可能会看到 那些财政策专家 并不在其他国经济 并不在其他年轻人 但是我们会看到美国经济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美国经济 肯定的肢政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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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的肢政策 但我认为 很多人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这些认识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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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认为 是 我们是 这些财政策专家 肯定的肢政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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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一次从不平衡到再平衡的回归 那么这个重新洗牌的过程 不但会是漫长的 而且会充满了波动 因为在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的环境之下 重新搭建一个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 这是我们人类从未面临过的一个挑战 但是不论如何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 总归是提升社会的福利总水平 给大家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只要这个目标不变 世界经济就不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一定将会回到复苏的轨道上来 美国如此 中国如此 欧洲也会迎来这样的一天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